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并列句的攻略部分 请各位同学注意 并列句它的独有特点就是 前后句子之间如果有相同的可以省略 语气的成分可以保持不变 这个听起来比较简单 因为大家会发现 如果给大家一个完整的句子 然后让大家把相同的部分找到 省略掉 这个是比较容易的 但实际上在我们考验真题当中 不会给大家出现完整的句子 多半都是省略之后的句子 所以大家会发现 省略之后的句子看起来会比较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我们得把它还原成完整的句子 然后才能看懂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下 如何把并列句还原成完整的句子 进而能够看懂 那如何能够把它还原完整呢 很简单 因为并列句前后相同之后 省略 省略之后的部分 往往都是词性相同形式一致的 比如说省略之后 有可能会出现 名词跟名词平行并列 然后有可能会出现 doing跟doing并列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只要找到一个省略的并列句 找到前后相同的这个部分 你就知道是他们并在了一块 那么他们前面的部分 就是共享的部分 这么说呢 可能比较抽象 咱们给大家取个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比如说大家来看这句话 这句话呢 来自于2011年的翻译题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We hailed them as Americans in the making Or brand them as aliens should be kicked out 在这里大家会发现 一眼就找到了并列连词 or 对吧 所以就说明这肯定是个并列句 但是很明显呢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并列句 因为大家可以往or的后面看 它后面呢 就直接是一个动词brand 那肯定就说明 上来就是一个动词 那就说明缺主语了 那缺主语就自然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那不是完整的句子 咱们就需要把它还原完整了 才能把整个句子看懂 对吧 那怎么还原呢 很简单 既然是省略之后的句子 那么相同的一省了之后 剩下的部分 一定是词性相同 形式一致的 所以呢我就找呗 我们往前找 看看前面的谁是跟brand 词性相同形式一致的 那很明显brand是个动词原型 那往前一找之后呢 就找到了这个词 他也是动词原型 那这样原型跟原型 他们俩就平行并列了吧 那这两个词并列了之后 大家会发现 他们两个并列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俩前面的部分 相同 保留了一个 省掉了一个 对吧 所以大家一找到了brand 和前面的hail 我们就知道了 他们俩前的部分是什么呢 很明显前面的部分是we 那保留了一个we 那就自然说明后面这个brand 前面就省略了一个谁呢 we 所以大家发现 通过找相同 然后呢 往前一看 前面就是共享的部分 和省略的部分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把共享 省略的部分还原回来 这个句子就完整了 那整个句子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we hailed them as americans in the making or we brand them as aliens to be kicked out 整个句子我们就看懂了 一共两件事儿 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招呼他们 跟他们打招呼对吧 把他们作为什么呢 即将成为的美国人 americans in the making 表示正在制作中的美国人 不就是即将成为美国人吗 对吧 好 我们跟他们打招呼 向他们致敬 把他们当作即将 即将成为美国人的人 对吧 or we brand them brand可以作为动词打标签 对不对 或者把他们当作的意思 我们把他们当作什么呢 当作即将被驱逐出去的这些外国人 好 所以在这里呢 一还原之后 咱们就句子完整了 我们怎么怎么样 我们怎么怎么样 对吧 好 所以呢 大家会发现 并列剧即时省略的 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找相同 然后往前看 你就知道前面部分 就是共享和省略的部分 那咱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大家看这句话 也很简单 now he's living in a council flight and the feuding offers from literary agents 好 在这里大家会发现 很明显 一找到了and就知道 并列剧来了 对吧 再往后一看 发现 后面上来就是一个动词 doing feuding 对吧 那肯定它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那既然并列句不完整 那咱们就需要还原啊 那怎么还原呢 前后找相同 后面既然是个feuding doing的形式 那前面也应该找到一个 跟它相同的形式 对吧 所以呢 咱们就找到了living 那既然feuding和living并列 那就说明前面的部分 就是共享的和省略的 对吧 那共享的呢 是his living 这个sorry 共享的部分是his 所以后面呢 省略的也是his 那把它还原回来 这个句子就完整了 对吧 就变成这个样子 now he's living in a council flight and he's feeding offers from literary agents 意思又有了 什么意思呢 现在他正住在这个政府的这个房子里面 就是政府的连租房 and 而且怎么样呢 他正在处理这些offer 处理这些请求 来自于这些文稿的这些经济 好 所以大家发现前后句子其实很容易还原完整 对吧 好 那咱们来回头复习一下 请大家注意 并列句独有的特点就是前后句子之间有相同的部分可以省略 余悉的部分可以保持不变 但是呢 考验当中基本上不会出现完整的句子 让大家去省 这个太简单了 考验当中呢 基本上都会反过来 会出现一个省略的句子 然后让大家返回完整的才能看懂 那怎么样能够返回完整的能看懂呢 很简单 就是观察现在这个并列句 先找到并列的相同的部分 因为雌性相同形式长得一样 这个时候呢 找到了雌性相同形式一样的 我就知道谁跟谁并列了 那谁跟谁并列之后呢 往前看 前面的部分就是共享的和省略的 那只要把共享的还而到省略的位置上 这个时候句子就完成 就可以看懂 好了 非常感谢各位同志耐心聆听 以上呢就是并列句的攻略 如何找相同还原省略 好我们下节课见